我們都是大人 我們都知道 張惠妹爆哭 淡淡總是比較脆弱 不後悔回來普加場喜訊 為這個演唱會畫下一個 暫時的小指幅 來 小曲子 三天三天 三天翻夜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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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三天 三天翻夜 全身只剩含吹 三天三夜 三根盤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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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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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都砰 一點都不會累 我完成了 但是又何來 阿妹一連在小巨蛋的十二場演唱會 十六號迎來最終場 心情血照只能說 好不容易 即2015年烏托邦演唱會被寄出阿妹條款 只要活動超過六十三分倍 就得斷電開閥 張惠妹時隔七年再回歸小巨蛋 雖然特別加高舞台高度防震 下令歌迷眼鏡跳動 每場表演都沒超過法定的震動值 中華麗里長夫婦還是很不滿 二度下跪陳情指控演唱會 人為地震 操煎人命 媽媽地震好可怕喔 因為那個地方是突然疫化區 所以它水位比較高 就好像你那個 臉塵放在水裡面 你給它動動動它就會 水泡會出去了 基本就是那個地方不適合 唱三天三夜 以後真的要唱三天三夜 另外找地方 淡淡的哀傷不只如此 第六場演唱會開唱前 陸續爆出粉絲確診 主辦單位因此加碼15萬元 替將近500位工作人員快篩 阿妹也確認結果為陰性 ASMR演唱會期間 歷經疫情爆發 震動整一下落幕 經紀人陳振川無奈地說 回來小巨蛋幾率應該是零 此次演出形同絕響 這樣子的期間可以開演唱會 所以我真的感恩 感謝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好好的好不好 最後我想說的是 就算過程這麼曲折 甚至有一點離奇 我相信大家也是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期間壓力好大 我真的壓力很大 我真的要說一下 十二個晚上 我得到了很大很大的 滿足 我完全了解 每一個場地都有需要 配合的地方 其實我也的確有一些 表演上不太習慣 但是 但是 但是為了大家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大人 我們都知道 淡淡總是比較脆弱 很多人在討論說 今晚會不會是我 最後一次在小巨蛋唱 這個題目 其實對我來說 並不重要 我想說的是 你們在哪裡 我的演唱會 就在哪裡